为帮助弱势族群 彰显台湾与土耳其人道合作伙伴的精神 驻土耳其代表黄志阳 日前代表台湾财团法人 普贤教育基金会和曹仲值基金会 共同对雷伊汉乐市政府 捐赠合计超过200组的轮椅与住行器 轮椅的背后还印有Love from Taiwan 代表来自台湾的温暖与关怀 代表受赠的16岁身长少女伊吉泽尔 因天生双脚瘫痪无法行走 在接活轮椅后伊吉泽尔由爸爸抱上乘坐 移动不再受限 满足和开心全写在脸上 这一批来自台湾捐赠的辅具 共包括158组成人轮椅 20组儿童轮椅 和100组住行器 受赠仪式特别选在台湾 雷伊汉乐世界公民中心举行 也凸显台土持续深耕的关系与连结 黄志阳表示 台湾不仅自2015年起 旧汉雷伊汉乐市府紧密合作 投入人道救援工作 后续也透过降狱及妇女赔力计划 帮助弱势族群学习一技之长 给予多面向的援助 Türkiye ve Tayvan mesafelere bakılmaksızın ihtiyaç duyulduğunda Tayvan Hükümeti Ankara'da yerleşik Tayvan Temsilciliği ve Belediyemiz Koordinatörlüğü'nde 2016'da ilçemize bir Taypey Dostluk Derneği bağışlamıştır Hikim Hariti Hikim Hariti Aikim Hariti 大台湾的伊汉乐世界公民中心的建筑主体 自去年10月完工后投入营运 52个空间单位可望于三月间完成装潢 让使用单位进驻 展开全面营运 预计今年7月8号的 雷伊汉乐日正式开幕